节目结束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 你就要一直直播到结束 对 我会直播到结束 哈啰 哈啰哈啰 现在我们在娱乐一世代 三立华剧 晚安 晚安 跟健衡哥一起 晚安 大家一起 我们今天来收集一千个晚安好了 晚安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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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只剩A咧 对 有没有还有一首那个吗 Blue 刚刚大家有 刚有看那个吗 那自己的风味改成 请跟说 好啊 不然自己的风味也有点太诚实 这样 好 哈啰 10秒无人了 要开始了 要开始了 晚安 大家来收集一千个晚安 欢迎继续 回到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现在是9点43分 好 在今晚的娱乐一世代呢 现在三立华剧 粉丝团开了直播这样子 哈啰大家好 直播的朋友 晚安 如果你今天晚上听广播 然后你想看直播的朋友 你要进来晚安千岛 那今天直播的地方呢 是在三立华剧 好 好 那 刚刚那个歌还没结束 就是说那题目 如果我们今天搭火车环岛 因为在一千个晚安里面会讲到 就是有关于环岛旅行 跟天岛的故事 那如果是方炯斌 你要带上一首歌 你会想带哪一首歌呢 我这首歌好像跟刚刚的歌的 没关系 刚刚我把自己心虚 刚刚我真的觉得就是 张仲良不是硬要cue自己的歌 但我真的觉得他把 他真的太适合了 真的太适合了 对 他那个是心境的辽阔 对 人生没有如果 那如果是方炯斌的话 我这个是心境有点 那个蓝掉 因为蓝掉 有点蓝色 因为最近少了一个团圆了吗 没有啦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听到Big Bang的歌 可能 对啊 我觉得他这首歌我蛮喜欢的 可是他算是比较 比较慢的 其实他们的production都非常厉害 强 对啊 production真的太强了 对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这歌就是有一种 像刚刚你那首歌 行径的感觉 有有有 其实这首有 对 所以如果搭火车环岛 方炯斌想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 蓝蓝的 蓝蓝的 有点 星星中带着蓝蓝的感觉 嗯 是谁的歌呢 是Big Bang 所以直播的朋友都说什么 都说晚安 都说晚安 晚安 不停 好了 进来的朋友晚安签到 嗨 我要问问题 粉丝有些问题想要问大家 想要问就是 就是 我要看一下 明天两位都会到那个 19的首映 我们的特议会 我会 明天特议会你会去吗 会啊 会啊 有粉丝问说 明天特议会 会跟大家互动吗 互动一定会 不然我们去哪 不说话 一定会 还有什么 他说承诺有暗黑的一面 是什么 怎么样的感觉 有有 不要激透 大家看戏 29号 29号开始播第一集 然后 就持续追踪 最近有哪些活动粉丝可以追 今天嘛 今天就是大家听广播 然后 其实对啊 其实大家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面 只要是有公开的活动 应该都会有些讯息 讯息 比如说像三菱娃剧啊 或者是我的公司烘豆啊 像明天 明天就是特议嘛 特议是可以公开给大家到现场的吗 没有 还有名额 对 还有名额要抢要快 对 一点半以前 在三创 一点半以前 如果你到三创的五楼 就可 搞不好会有机会 阿彬会唱歌哦 首唱一千个晚安 是首唱吗 呃 跨年就有唱过 跨年就唱过一次 跨年就唱了 唱三意啊 跨年之后首唱也是应样 今年 你跨年就唱跨年前 跨年后 那是之前 哦 今年首唱 了不起啦 硬样 没错 丹丽伟良你有唱吗 没有 对所以 大家一定要 就是有时间的朋友们都可以过来 有机会可以进场 如果有位子我们都换大家进场 宇涵会到 西哥会到 对 二嘉宾 还有另外一个神秘嘉宾不好说 而且当天就是会有很多就是精彩的片花 有 哦对可以说我们看多长的片花吗 很长 超长 超长 可以说 60分钟 我第一次在这种所谓的特应首映 看一个小时的片花 连我都期待了 连我都期待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拍戏拍了很久 都没看过 都没看过了 只有凌云是谁看一些画面 就觉得 你在家里 如果家人都在 你会看自己的戏吗 你说以前的戏吗 就是对 或者是 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聊到 听以前的歌一样 因为你长大 你看回去以前的那些诠释方式 你就是觉得 为什么当初我会这样演 但是你偶尔还是会看到歌迷的留言 就觉得说 那一场戏 对他们有影响 对他们好喜欢 或什么 好啦那可能当下 因为当下我的感受 跟我的表现 都是我当下很真诚的一些反馈 那可能像健安哥说 现在听我以前的歌 看我以前的作品 就会觉得 长大了 但是当下我也觉得挺好的 所以 讲太远了 但是就是 如果现在一起看以前的戏 还是会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但这一部应该不会 因为这一部就是已经长大了 有粉丝问说 两位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机会合唱一下主题 许易仙哥晚安啊 搞不好 明天 明天不会明天是嘉宾的首唱 今年的首唱 放尊重脸 我不要去搞砸了 大家都说好想看 好想看 栋梁唱歌哦 然后 那穹冰的专辑何时会诞生啊 何时啦 专辑 五月 五月 大家一定要准时 好好说话 每次 你上次说五月的 现在都七月了 我刚刚听说 今天晚上谁没办法睡觉啊 对 他还要赶回去 就是一定会准时来 因为我上月底 就要交膜袋了 所以呢 好大家要期待 大家要期待 真的 是蛮久的 你上一张有多久 下一张 二零一 一 二零一七年的十一月 十月发的 那挺 他差不多 一年一年 下一两年一张差不多 我都被追杀 我之前都很久 承诺何时会有下一张 我这一次就是好好的把戏宣传好 所以唱片的问题就先割着 哈哈 没错 因为其实这部戏去年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拍 我觉得现在希望好好的认真的 来把它告诉大家 跟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看到这部戏 然后又有好兄弟好听的歌 搭着戏的画面 所以 拍完了应该就很 你去年发片的时候在拍戏吗 没有没有 我是片子刚好结束 然后这边案子进来 然后就在玄阶上 所以发片是在拍这个 一千个晚安之 一月份发的片 然后做做宣传大概结束 大概到四五月 然后就开始接触 然后开始拍是六月 然后就一直拍到十个月 这样子 我覺得會丟有成就感 我們等一下 好音 那大家繼續看直播 廣播直播都要一起看 這個不用 我最後一首歌就播那個 這個晴天數 好 他有聽過 已經有去聽 一千個晚安的歌 他們要比較經過 歡迎回到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今天兩個小時非常謝謝陪我一起做節目的是 張栋梁還有方炯斌 聽說呢因為把這兩個小時 貢獻出來了所以方炯斌今天晚上 回家不能睡覺了 也沒有啦 趕一下 他剛剛說了一個很 很恐怖的時間 歌迷們如果他五月發出來 我可以找我做證明 你當時說五月的 對 你剛剛在直播已經講了 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期待方炯斌的新專輯 那栋梁呢 因為其實 在拍完這個戲你長達六個多月的時間 對 在這個戲然後 現在等於是為這個戲來做宣傳 那之後接下來的計畫是 其實我新專輯都一直在醞釀 每一天過日子都在醞釀 醞釀這件事情是 吹不得也逼不得 那我相信 就是 到了一個時程 他就會 出現 不要趕 對 但是應該是差不多隔兩年這樣 我幾乎都是 兩年左右 你有給自己規劃 比方說 在 這個戲結束之後 來個旅行啊 或什麼 我想說你的下一本書也可以準備出來啦 其實好像有 有 沒有我覺得其實 創作本來就需要一些 是需要 就像我來上一個電台宣傳好了 我也 我也應該需要有新的東西可以分享 沒錯 不可能一直在講十年前的事情 那如果一直被工作塞滿 其實我覺得 對我們也不是一件好事 對 人生沒有進步喔 其實有時候 你自己也要去做通告啊 或是你要創作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被挖空了這樣子 沒錯 對 因為我 我好像有跟那個棟梁分享過 因為他上次出版的那本書喔 基本上算是我的愛書之一 謝謝 除了那個字比較小以外 真的字很小 是是是 我從來一直被投訴的字太小 對 除了字比較小 其他的部分呢 基本上在那個過程中 他所分享的許多事情 我都非常喜歡 謝謝 還蠻壞音樂這樣子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 你的這個方向是可以持續的 對啊 當時就是想要 然後你知道 重新調整自己歌手這個樣子的時候 就先有那本書嘛 長假 然後就有一張 人生沒有如果 然後才是最好的快好發生 對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歌手的身份 我覺得不錯 我做了一個調整 那想回到演員這個角色 我也希望如果把我的身份 我把我的樣子重新調整之後 再來做演員這件事情 會不會不一樣 所以就挑戰一千個晚安這樣 對 欸你很久沒演喔 很久啊 欸真的耶 所以 對 這還蠻值得期待的 嗯 那方響兵不演一下嗎 啊我先把專輯看完了 哈哈哈哈 不過這個戲已經拍完了啦 他絕對不會是就是拍一半 然後趕快一邊拍一邊播這樣子 對 這就是也很不一樣 因為其實很多偶像就是邊拍邊播 那這一部是真的少有 真的我們都已經拍完 後製聽說都弄完了 然後 才要開始播第一集 是是是 大家可以期待 什麼時候可以看得到呢 3月29號 三立都會台晚上10點 播出第一集 哈哈哈哈 記得 準時收看 好的 欸所以不是這個禮拜五啊 是下個禮拜五啊 對 所以我剛一直口誤說這個禮拜五 對不對 29號 反正29號 哈哈哈哈 反正就29啦 好 那今天非常的開心 兩位一起當DJ還開心嗎 挺開心的啊 很難得的感覺 怎麼樣 一點 我們沒有強化太多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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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剛剛在播報那回來的時候 感覺你們的默契還算可以 要開個節目了嗎 未來還有更多可以合作的機會 更可能這樣子 是的 以前你們在發片的時候 各自可能因為宣傳會有機會去 就是一些電台當DJ吧 都有啊 對嘛 對但是像這種 今天的經驗又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其實我覺得剛剛一開始說 我跟他很少碰到 就是我們發片其實通常都沒有撞在一起 對沒有撞 幾乎很難很難得 因為有時候都會剛好碰到發片撞在一起 那時候宣傳都要搭一個藝人啊 因為我中間隔滿多年的 你真的隔滿久 而且我的發片量也不大 對 我都是兩三年一張兩三年一張 所以其實碰到的機會不太多 是 好所以今天很難得 他們不但碰到 而且他們接下來幾乎天天要說晚安 明天還要見到他 今晚節目的最後有一首歌 我們要播給大家聽 也是今天的最後一首歌 這首歌跟這個戲有關係嗎 有 大家應該會在戲裡面聽到這個歌 但這個歌不像一千個晚安或晚安 是特地為了這個戲寫 但是卻這麼巧 湊巧 他的精神很 味道很契合 然後就是晴天樹 我上一張專輯裡面的一首歌 然後跟阿斌有說到一個 許願森林有一棵樹 那也是這部戲的一個主軸 然後我們的女主角叫戴天晴 所以 這首歌叫晴天樹 所以他們覺得蠻適合的 嗯 好所以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最後我們就要來聽這首 當然男主角也有唱跟戲裡面有關的歌 耶 對 這首歌就叫晴天樹 謝謝大家今晚的收聽 謝謝兩位guest DJ陪我 謝謝建成 今晚兩個小時謝謝大家 娛樂一世代明天見 欸要講什麼 晚安 晚安 大家一起聽完這首晴天樹 我們在就是跟 凍涼涼還有房種兵好好說晚安 好好說晚安 請一讓我忘了有傷 不想幫助這樣太見了 遼闊 對 下班 對下班 小心起 哇 也覺得很久 還好 嗯 嗯 再苦得 不再想我 又濡喔 這也很沉悶 這個歌 很沉悶的心情 對啊 一起聽晴天樹 很可憐 她那個歌就是女生的親情 對 這歌就很沉悶的心情 因為它是碰到女生之後才開始琴啦 喔 誒 剛剛有劇痛嗎 剛剛大家沒有聽到吧 沒關係 這個可以 可是這個還好啦 這個還好啦 大家剛剛都已經知道一些了 想問說兩位有沒有最想要跟誰說話 平常有說晚安的習慣嗎 有吧 跟家人會嗎 應該都說早安嗎 對啊 應該都說晚安 為什麼不要說晚安 會習慣跟就是某個人固定都會說晚安 沒有 沒有固定的 看單手遇到誰 等一下我去跟阿彬說阿彬拜拜晚安 喔 那從有沒有特別如果要開始就是每天都要跟一個人說晚安 你們兩個最想要跟誰說晚安 媽媽 哈哈這個答案不能講到 你是誰 不能重複 誰 跟我弟好了 跟他弟 阿彬 我們 我們可能呼籲一下明天的 自己 看到就要照一下鏡子 來 你幹嘛躲在後面 那我們今天來了娛樂一世代 是 跟健涵哥 欸欸欸 甩得很炫 欸我真的沒有在用自拍棒的欸 然後就 好 就跟大家說晚安 然後明天我們在三創 下午 禮拜三怎麼了 禮拜三在完全娛樂 禮拜三在完全娛樂 然後那個電話不聽實話也在傳統 來來來來來 那來我來 我幫你拿 好 控制不到他的方向 因為我 他沒辦法 沒辦法 好這樣 好那我們往前走 健涵哥這裡面 他也下班了 欸那為什麼不 我幫你回答就好 對啊 可是我們自己看畫面也挺有趣的 對啊對啊 可是為什麼他會一直轉 因為他是穩定器 啊 好這樣好 他要可以操控他的方法 好 環環 好快點現在就是你們留什麼眼 那個張東良跟方哲明都看到 你們趕快趁機對他們告白 所以我看不到也姿態小 無法去 明天好像還有名額 聽說如果大家一點半前到現場 三創的舞樓對不對 對 就可以 對就可以 就可以 搞不好可以在現場聽到阿兵唱歌 對 要進的話就要早一點 因為他有預留名額對不對 有 對我們現場名額有限 嗯 然後還有就是另外一個部分是 最近就是 近這兩個禮拜 我們有密集的宣傳 所以呢 所有的最新消息都要看 三立華劇FB 三立華劇 或者是可以看我的 我的Instagram 我的FB都可以 對 然後兩個 五月要發專輯的 方炯逼 是 所以 火燒屁股的狀態 對啊 他還要敢去做音樂 我可以回飯店休息了 哈哈哈哈 要不要兩個人一起跟大家說說玩啊 好 你先好了 好 好 我覺得現在 非常羨慕他現在的心情 那個心情應該我可以 不要這樣 你看我這兩個禮拜的透露表 你也不會比開心到來去 那個心情就像 如果我專輯現在已經完全做完了 對對對 因為我戲已經開完了 就是這樣的心情 可是我覺得做專輯的時候 我覺得做專輯是最開心的時候 可是因為我 那個時間有點太壓縮了 誰的問題 我的問題 哈哈哈哈 幹嘛要互相陷害 沒有我覺得真的做專輯是挺開心的 但是其實 可以把作品做好 然後 宣傳的時候也會很好 就像 這部戲 然後也期待阿B 五月份的專輯 我現在看著你這個心情 我就 就是往那邊 前進 來 來 你來 大家一定要繼續喜歡一千個晚安 可以一千個晚安喔 喜歡一千個晚安 也要喜歡一千個晚安 大家晚安 掰掰 晚安 掰掰